哈喽大家好,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2022年3月,一位从河南洛阳到郑州打工的52岁男子 坐在路边吃面的视频冲上了热搜 视频中男子身穿破旧的迷彩外套,头发略显凌乱 手上端着的是当天的午餐,一碗5块钱的面条 没有肉,甚至连青菜都没有 可是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非常美味的正餐了 早上晚上他都是白开水旧馒头的 至于他住的地方更是让人累崩了 天桥底下,被子往身上一裹,一晚上就兑不过去了 他在这里已经待了5天了,挣了200块钱 买了一些必需品之后,身上只剩下5、6、10块钱了 还要坚持好几天 男子对记者说,挣着200块钱还是因为他做了一天的大工 所谓大工就是工地上最粗重的活 扛水泥扛沙袋,凡是要下力气的你都得干 虽然已经被生活压迫的喘不过气来 但是视频中他不卑不亢,满脸笑容 也没有任何愤慨的情绪 还跟记者说了好几次 这饭是他自己买来的,不是别人施舍的 也不是哪里捡来的 有人说在这位大叔身上看到了人在困境中生存的自信 也有人说看到了父母被在外打工的不易 但事实上,这位大叔可能还不是最贫困的那一批人 世界银行家人18年发布的贫困与共享繁荣 拼出贫困的拼图报告中指出 世界人口还有近半数 继34亿人仍在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苦苦争长 他们每天的生活费不足5.5美元 也就是约38元人民币 而有大约1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0.99美金 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47196决议 把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消除贫穷国际日 不少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扶贫政策 可是为什么穷人的数量还是那么多呢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吗 是因为笨吗 还是因为贫穷思维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摆脱贫穷感 故事开始之前先是一个通知 本周的会员视频会尝试一种全新的形式 我们来聊一个虚构的案件 但内容绝对精彩 可能比真实案件更能给我们带来反思 订阅了会员的小伙伴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到时候会有推送哦 我在知乎上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奇葩的问题 是否应该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 以激励他们上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穷就是因为懒 不努力才混得这么惨 诸如此类半鸡汤半鸡血式的言论 在互联网上悄然兴起 并且被很多人奉为了真理 他们认为贫穷和懒惰是一对难兄难弟 这就引出了今天视频的第一个问题 穷真的是因为懒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 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巴巴拉·艾伦瑞奇 在1999年曾经拿自己做过一场实验 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退去了所有的光环 拿着1300美金 乔装打扮成穷人 走进了底层的世界 那个时候的巴巴拉58岁 对外宣称自己就是一个离了婚的普通妇女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她需要通过低薪的体力活来养活自己 巴巴拉先在佛罗里扎州西域租了一间比较便宜的住处 每个月的租金500美金 押金500美金 就这样1000美金很快被花掉了 租完房子 她用100美金去小商店买了一些日用品 手里很快只剩下200美金了 巴巴拉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是一家餐厅的女服务员 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每小时的薪水是2.43美元 这比当时政府规定的法定时薪还要低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工作 她一天只能赚19.44美金 而房租是16.6美金 这样一天三餐的温饱都成问题 迫于生计 巴巴拉只能再找一份兼职 如此一来 工作时间就变成了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 巴巴拉也能有了一口热饭吃 然而她很快在睡眠严重不足 体力精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 和同事一样染上了烟瘾 只能靠吸烟来缓解压力 在工作中 巴巴拉发现 她的同事都住在离餐厅很远的地方 有的同事甚至需要在凌晨4点半就起床 花两个小时的时间通勤 对于低收入的人群来说 时间和精力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只要能省下来一点房租 他们不在乎花更长的时间来通勤 巴巴拉找到的第二份工作 是在缅因州 是一家清洁公司的保洁员 时薪比餐厅女服务员要高得多 有6.65美元 但当地的消费水平也相对高一些 公寓的租金在1000美元左右 这样一算 工资连房租都付不起 无奈之下 巴巴拉又找了一份周末 在老年看护中心当护工的工作 实行7美元 有一次巴巴拉被安排到一位雇主家打扫卫生 但恰巧这位雇主正好是巴巴拉 曾经去做过演讲的一个学校的老师 干活的时候 巴巴拉生怕被雇主认出来 一个劲的在心里练习 如果被问到的话 该怎么回答 但事实证明是巴巴拉想多了 雇主根本就没有正眼看他长什么样 盯着他干活也是害怕他偷懒 如果说餐厅服务员感受到的是身体上的劳累 那么清洁工就是尊严上的压迫 雇主不会因为他们满头大汗而心生怜悯 清洁公司的老板会想尽办法去刁难他们 明明说好的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最后也被压缩到了15分钟 如果穿着工作服去便利店买东西 连售货员都会看不起他们 最糟糕的莫过于生病了 对于清洁工来说 一生病那么一切就乱套了 以他们微薄的薪水根本就交不起医保 巴巴拉的一位清洁工同事 就因为腰间盘突出的毛病 欠下了8000美金的外债 离开了清洁公司之后 巴巴拉来到了明尼苏达州 找到了第三份工作 沃尔玛的售货员 沃尔玛是美国大型连锁超市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 巴巴拉心想这么大的平台 工作氛围应该会跟之前有所不同吧 然而现实又给了他狠狠的一见耳光 越大的平台就意味着 每个人的分工越细致 一个萝卜一个坑 想要晋升简直是难如登天 巴巴拉的工作十分的简单 就是把商品码放整齐 甚至都不需要动一下脑筋 只要重复一个动作 长达十几个小时就够了 和这种长时间机械式的工作 让他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目光呆滞 双腿肿胀 大脑一片空白 实验开始之前 巴巴拉天真的以为 只要他足够优秀 足够努力 就一定能够爬出底层 过上不错的日子 可现实是 他非但没有能在穷人的世界突围 还差点把自己折磨到崩溃 他一开始也会质疑 为什么这些底层的人 不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呢 通过这场实验 他看到了一大群 面对着超低的工资 巨大的生活成本 只有下班后再兼职才能够勉强生活的人 这些人做完兼职之后 回到郊区的家中已经是深夜了 被掏空的身体 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一份学习计划 连明天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 更谈不上提升了 时间长了 一个人的斗志和锐气就被消磨得差不多了 我们常说 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法 就是让他闲着 但同样的 废掉一个人 还有一个最隐蔽的方法 就是让他们忙到没时间成长 作家格拉德威尔 在异类艺术中提出 一万小时定律 说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资超人一等 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一万小时的锤炼 是任何人从平凡 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但一万小时定律 用在四处为生计奔波忙碌的穷人身上 却更像是一万小时死亡定律 他们勤勤恳 忙忙碌碌 任劳任怨 却越忙越穷 生活陷入了一种死循环 一万小时 非但没能让他们成为专家 反而困死了他们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位学者 阿比吉特班纳吉 艾斯特迪弗罗和迈克尔克雷默 以表彰他们在对抗贫困方面 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三位学者中的前两位 班纳吉和迪弗罗是一对夫妻 他们曾经花了多年的时间 深入五大洲 18个贫困人群最集中的国家和地区 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之后于2011年合注了贫穷的本质一书 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贫困陷阱 代表着资本的作用对于人们生产能力 和贫困程度的影响 这里的资本包括人们自己挣来的 宰赛的钱以及获得的资助 图中的横坐标是今天的财富 纵坐标是明天的财富 假设今天的财富和明天的财富相等 那么你的财富值就一直不会发生变化 这样就会形成一条对角线 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 往往是一条S型的曲线 有钱人有更多的资本扩大在生产 赚更多的钱 原本处于B1位置的人 会逐渐向右移动到B2B3 最终达到Q点赋予均衡点 穷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除去衣食住行 可能就没有多余的钱去进行生产劳动了 明天只会比今天更穷 原本处于A1位置的人 会逐渐向左移动到A2A3 最终达到N点贫穷均衡点 如此一来浅色区域的人越来越穷 深色区域的人越来越富 在经过了大量的随机田野实验之后 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 导致贫穷陷阱的原因 是穷人没有有效的利用资源和留存收益 大量本应该用作发展未来的资本 被白白浪费了 简单的来说 就是穷人更擅长于浪费钱 书中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说班纳吉和迪弗洛有一次 去北非摩洛哥的一个贫穷的村庄做考察 发现那里的许多儿童都表现出来了营养不良的状态 村民们没有钱去买吃的 但是村里家家户户好像都有一台电视机 电视机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 但吃的好却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他们宁愿攒很久的钱去买一台电视机 也不愿意去改善自己的营养状况呢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村里的人说到 电视机比食物重要 生活中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人 每一天省吃俭用愿意花好几个月的钱 甚至几年的工资 去买一部苹果手机 一个LV的包 甚至办一场豪华的婚礼 一个不小心就被各种的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步步难以脱身 穷人似乎对奢侈品比富人有着更大的渴望 这就引出来了今天视频中的第二个问题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滋空力不足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两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第一个实验发生在1966年 斯坦福大学的一所幼儿园里 一群4到6岁的孩子面临着一个难题 怎样才能忍住不吃桌子上的那颗棉花糖呢 给他们出这个难题的是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 这就是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实验规则是这样的 实验人员把一颗棉花糖放在孩子面前 并且告诉他们 如果能够坚持15分钟不吃 就可以获得第二颗棉花糖 然后实验人员离开 让小朋友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观察他的行为 结果显示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挑战成功获得了第二颗棉花糖 但实验并没有在这里结束 之后 米歇尔团队对这些孩子 进行了持续的追踪 发现小时候 越能忍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 长大之后 通常具有更好的人生表现 比如说更好的SAT成绩 更健康的BMI指标 多忍15分钟 就能够成为人生赢家 如此简单的实验过程 如此惊人的实验效果 棉花糖实验一经公开 就紧紧的抓住了公众的眼球 米歇尔教授的论文 被引用了成千上万次 论文中米歇尔教授 提出了延迟满足这一概念 既一个有滋控能力的人 能够抵挡眼前的诱惑 则更容易成功 用一颗棉花糖 就可以预测孩子的未来 米歇尔教授的实验 被无数家长誉为育儿归孽 大批大批的培训机构也开始宣称 要提前训练孩子的自控力 可以受益终身 然而2018年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 泰勒·瓦茨 联合加州大学教授 格雷哥·邓肯和全浩南 在心理科学期刊上 发表了一篇论文 推翻了棉花糖实验的结论 引发了心理学界的大地震 泰勒等人优化了棉花糖实验 选择了更大的样本量 这次参与实验的 有900多名儿童 涵盖了不同的种族群体 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收入 也大相径庭 通过对这些孩子 10年以上的追踪 泰勒发现 实验结果不仅无法重现 米歇尔教授先前的结论 还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发现 孩子能否取得成功 并不取决于自控力 或者是延迟满足的能力 而是取决于孩子背后的家庭 新的实验数据表明 能够抵抗棉花糖诱惑的孩子 普遍都出生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因为在富裕的家庭里 孩子有能力随便吃到棉花糖 再等等也无所谓 而条件比较差的 家庭出生的孩子 则很少有机会 能够吃到棉花糖 抵抗诱惑的能力自然更低 即使他们的父母曾经承诺过 要给他们买更多 更好吃的食物 但是这种承诺 也常常因为经济的局限 而被打破 如此一来 孩子就很难建立起来 对未来的信心 第二个实验发生在1944年 二战期间 那时战火纷飞 流民无数 原本富饶的欧洲大陆 出现了严重的食物匮乏 当时几乎全欧洲的人都在挨饿 饥饿导致死亡的案例 每一天都有发生 为了帮助欧洲的百姓 度过饥饿的危机 荷兰 希腊 东欧 苏联 甚至是美国军方 都在研究如何处理饥荒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 安塞尔凯斯博士进行了一项 关于人类饥饿的实验 旨在为救济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 这就是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 参与实验的一共有36名 身心健康的男性志愿者 他们在实验期间 一起生活在集体宿舍里 实验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三个月的控制期 第二个阶段是六个月的饥饿期 第三个阶段是三个月的恢复期 在前三个月的控制期内 志愿者们每一天可以摄取3200大卡的热量 每个人的食物略有不同 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身体状况定制的 在这期间 每一个人需要保证每周22英里步行的运动量 其他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受限制 1945年2月12日 实验正式进入了长达24周的饥饿期 在这一阶段 志愿者们每天只被允许摄入1600大卡的食物 而且运动量不变 饥饿期结束后 36名志愿者的平均体重下降了约25% 一些本来就比较瘦的志愿者 因为臀部脂肪大大减少 坐着的时候都会感到疼痛 有的还出现了水肿 甚至连说话都有气无力 肉体上的代价还不是最痛苦的 大部分志愿者都表示 最让他们感到难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实验中的大部分人都开始对食物产生了强迫性的关注 有的人开始迷恋上了看菜谱和餐厅的菜单 有的人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报纸上的水果和蔬菜的价格 在看电影的时候 只有与食物有关的情节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餐桌上他们会像婴儿一样轻捏食物 或者像看待黄金一样看待他们眼前的食物 舔餐盘变得非常的普遍 而对于食物的过分执着只能进一步加剧饥饿带来的痛苦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因为心理上的痛苦而不得不终止实验 甚至有的要被送到医院去治疗 熬过了最恐怖的饥饿期 志愿者们的情绪在之后三个月的恢复期里逐渐趋劲稳定 但半饥饿的状态还是给他们带来了长期的困扰 他们无法区分饥饿和正常的食欲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暴饮暴食 有的人一天三顿饭能够吃掉六千大卡的食物 可还是觉得不满足 直到实验结束八个月之后 部分志愿者的饮食依然没有恢复正常 通过这两个心理学实验 相信大家已经看出一些端倪了 2013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塞德西尔·穆莱·纳森 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德·沙菲尔 联合出版了《稀缺》一书 并且提出了《稀缺心态》的概念 书中详细分析了 稀缺心态是如何影响人的思维决策 让人只追求眼前利益的 饥饿实验中 因为食物的稀缺 吃东西成了受试者们心中最重要的事情 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变得索然无味了 就像通过一根管子看东西 管子以外的世界是看不到的 对于某种资源的稀缺心态 同样会造成心理上的管窥效应 让人过分去追逐那种资源 从而失去整体而长远的判断 自控力向来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 但是生活在极端贫困环境下的人们 每时每刻都需要调动自己的自控力 喝一口干净的水 吃一顿饱饭都是奢侈 人的意志力一旦耗尽 就会想要把轻松的事情留给今天 把困难的事情留给明天 穷人家的孩子在面对棉花糖时 如果连第一颗都不能够保证拥有 那么第二颗对于他来说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穷人就是天生缺乏自控力 穷人就是目光短浅之类的话了 是稀缺心态让他们忙于眼前的窘迫 让他们无力思考未来 更无力为未来布局 这就是为什么乔治奥维尔会说 贫穷的本质是消灭一个人的未来 与稀缺心态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个概念 是思维带宽 班纳杰和迪弗罗在他们的书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 菲州赞比亚每年都有大量的儿童死于利己 而利己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 但是水源消毒的成本其实是非常低的 因为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多年来的努力 净化水的消毒剂的价格已经被压到了800克瓦茶 相当于18美分 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而且18美分就能够买到足够六口之家 使用一个月的消毒剂 然而即使是这样 也只有10%的家庭使用消毒剂 他们宁愿冒着被感染利己的风险 也不知道利用现有的廉价资源 稀缺艺术中也提到说 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控制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 但是每年依然有数百万的人 因为不能够坚持服药而死亡 肺结合病不按时服药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虽然每一个收入阶层都有不遵医嘱忘记吃药的人 但是穷人不服药的频率是最高的 艾滋病糖尿病肺结合等一项又一项疾病 重复着同样的规律 穷人不吃药并不是因为这些药很贵 他们吃不起 很多药不过都是廉价的抗生素 他们不吃药纯粹就是因为他们忘了 同样的赞比亚的穷人不知道使用水源消毒剂 也不是因为这些消毒剂很贵 他们买不起 这就引出了今天视频的第三个问题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又笨又蠢 旺行又大吗 稀缺艺术的两位作者 穆莱纳森和沙菲尔把人脑比作一台电脑 像电脑有内存限制一样 一个人能够关注的事情也是有上限的 这就是思维带宽 因为技能有限 人脑会把更多的内存用于处理优先级更高的问题 代价就是挤占其他程序所需要的资源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一边开车 我一边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你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等于二 但是如果我问你17乘以24等于多少 你是很难一边开车一边算出来的 因为这个问题是会消耗思维带宽的 同样的道理 穷人的思维被贫穷这件事情已经占用的太多了 所以他们才会显得经常忘事 又常常在其他的问题上犯傻 2013年 一帮美国心理学家来印度进行了一场实验 并将实验结果以贫穷会阻碍认知功能为题 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 实验的受试群体是印度的464位甘蔗农民 折农在每年的丰收季节后 会一次性的获得全年收入的60% 这就意味着在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有一段时间是相对富有的 有另外一段时间是相对贫穷的 心理学家们让折农分别在收获季节前后 进行一次治理和认知能力的测试 结果出人意料 这种在收获前的智商 要比收获后的智商低了13个IQ点 如果没有贫穷这道紧箍咒 时刻折磨着穷人 他们不见得会比富人笨 说来说去 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得多 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穷人生来很穷了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讨论的都是绝对贫穷 也就是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 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有闲情意志 拿着手机或者是捧着电脑看我视频的人 都不是吃不起饭的人 但是可能还有很多人依然觉得自己很穷 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妨在评论区里面冒个泡 是什么让现代社会90%的人 都无法摆脱心理上的相对贫穷呢 撑起现代社会主流和中间的80后和90后的父母一代 一般都是60后或者是70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个现象 我们父母那一代小时候日子都过得很苦 但却很少人因为贫穷这件事 感到心理上的痛苦 就以我父亲为例吧 家里有四个孩子 我父亲是老大 那个时候手机电话都没有普及 连黑白电视都没有 家里最值钱的电器就是一台收音机 父亲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 因为那个时候可以吃上一顿肉穿上新衣服 他们的玩具全部都是自制的 用一根铁丝握成一个圈 再用一根长铁丝做成铁钩子 推着铁丝圈往前滚 这就是父亲小时候最爱玩的滚铁环 这样的童年在我们看起来也许是非常无聊的 但是父亲每每回忆起来童年 都觉得那个时候是快乐无比的 也没有觉得自家很穷 原因是那个时候家家都很穷 你我都一样 没有比较就没有痛苦 1964年 德意美籍哲学家 社会学家马尔库塞出版了 《单向度的人》一书 尖锐地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 两种社会制度对大众进行的新型压制 在书中 他提出了《单向度的人》这一理论 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 利用技术创造并且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 为大众创造了一个不自由但舒适的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 人们的个性和认知被限定 批判力丧失 物质水平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人人都成为了单向度的人 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虚假需求 指的是发达工业社会 利用媒体广告等手段 对大众进行诱导和洗脑 让他们产生并非真实的 也并非必须的需求 这样说起来可能有些难理解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瑞士名表僵尸单顿有一句广告词是 你可以轻易拥有时间 但无法轻易拥有僵尸单顿 还有劳力士的广告词是 劳力士不改变世界 带劳力士的人改变世界 香奈尔的广告词是 无人能享受我们的美梦 这些广告词都在隐晦的 向人们输出一种价值观 就是拥有这些商品 你就能够成为人上人了 但实际上手表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时间 包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装东西 一个几十万的表和一个几百块钱的表 一个几万的包和一个几十块钱的包 本质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是现代社会赋予了他们太多额外的意义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 已经蜕变成为了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的社会 提到极权主义 我们可能会想到纳粹 会想到法西斯 公众没有私人空间 没有自由 统治者有着绝对的权威 但想想现代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了 物质成为了单一的价值取向 资本家们给我们换了几张大饼 灌了点鸡汤 就让人人都以为 带上劳力士 背上香奈儿 就能够打破阶级壁垒了 实则是陷入了消费主义陷阱 我们不但沦为了物质的奴隶 就连关于梦想成功这些词的定义权 也被剥夺了 虚假需求能够维持社会表面的繁荣与进步 却不能够给人们带来内心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 无法摆脱贫穷感的原因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努力 逐渐减少绝对贫穷的人口 但是心理上的相对贫穷 是无法被消灭的 因为真正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不是贫穷 而是对比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富裕就像掉在毛驴面前的萝卜 让人永远心存希望 又永远渴望而不可及 这就是为什么物质生活越丰富 人们的压力越大的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很遗憾马尔库塞并没有给出一套可行的方案 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无解的 除非社会结构发生本质性的变革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于悲观 我们常常把贫和穷两个字放在一起使用 但实际上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庄子山目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贫也非贝也 是有道德不能行贝也 一臂履穿贫也 贫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分 下面是一个贝 代表着分配金钱的能力 家徒私臂一不臂体视为贫 但穷这个字上面是一个穴 下面是一个利 表达的是有限的空间内 无法施展拳脚 有德行无法施展视为穷 我们回到视频最开头提到的那位 上了热搜的52岁的中年大叔 临别之际 记者塞给了他200块钱 他鼻子发红 猴头哽咽 一直不断的拒绝说道 我要你的钱干啥 有活了我自然就挣钱了 不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我是不能拿的 视频中记者曾经问他说道 有没有让家中的孩子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提到孩子 大叔第一次展现出来了扭捏和不自然的神色 他说孩子太小了 不用告诉他们那么多 咱们自己吃苦就够了 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无法不为五斗米折腰 但是在努力赚钱的同时 也不要让金钱吞噬了我们所有的信仰 因为世界上最为快乐的事情 就是为了爱和理想而奋斗 而不是为了金钱奋斗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贫而不穷的人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